我爱你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大家好 我是涂磊 欢迎电视机前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和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 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好 我们重温一下 我们的三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 白燕仪 主持人 吴斌 主持人 柴子璐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节目 掌声有请 被这些人礼情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坐吧 来 今天女儿来感谢你 说谢谢你改变了爱她的方式 怎么说 因为最开始我给她的爱 是我以为最好的 我以为对的 车给好的 窗给好的 学校让她度好的 却没有时间的陪伴 后来怎么改变了呢 那是一个电话 说你女儿成绩一落千丈 我就找她谈心 她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我爸爸长啥样 然后接了这个电话 我就开始想 突然之间发现 好长时间 女儿都没叫我妈妈了 有多长 应该有四年 四年 对 因为那会儿觉得 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 三天忙着工作 本来对她的关心就很少 突然之间接到老师 这样一个电话 然后自己深思 回忆 觉得好长的时间 不管在电话里 还是她面对我的时候 都没有叫我妈妈 惊醒了 对 掌声有请志谢人 李欣 哈喽 女生好 你跟你妈姓是吧 对 以前改过的 以前是跟爸爸姓 四年没喊妈 那喊什么呢 跟着他们一样喊情节 那为什么那四年不喊妈吗 因为其实在以前 我对她会有一个隔阂嘛 因为她也经常不在身边 然后我就觉得 她可能就跟一个陌生人一样 可能只给我提供了物质上的需求 所以说我对她 不太喊得出来妈妈那句话吧 爸爸是走了 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以前我不知道 我也没问过 后面大了 她告诉我 可能就是离开了我们吧 就走了 你现在没找吧 一直没找 对 你跟你丈夫怎么回事 就是 他离开了 怀孕三个月 就走了 对 他现在成家了吗 成家了 早就成家了 你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我们那会儿是 通过别人介绍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羡慕 我家得好 从农村到城里 他还有工作 然后 我们结婚 每两个月 他就是那个下赶潮 他就被下赶了 下赶了以后 他说你都怀孕了 我在家里 也不好找工作 他又和一群朋友 南下打工 从此出去 就一直没有音信 走了以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吗 还是说你一直在等他 那个时候 也不叫等 三个月 他离开了 我都陪着孩子成长 我也没办法找到他呀 他不开口喊我 我真没想起来 那一个孕妇怀孕 三个月就已经没有了丈夫 你日子怎么过呀 还不是得过 选方设法都过 在宁静生孩子的时候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 也没有钱 快要生孩子了 我回娘家的 到我父母家里生孩子 那个时候增加一无所有 因为我父母家里面 经济条件也不好 在生孩子之前 就想着怕我出什么 有什么事 需要花钱 家里没钱 就出去借钱 跑了一圈 借了二十块钱回来 但是那分钟心里很酸的 借了二十块钱回来 而且还知道 这个女婿已经走了 父母不知道 还是说她不知道 你没有跟任何人提起 他们都只知道 她出去打工 但你知道她不会回来 那分钟我也不知道 她会回来 还是不会回来 其实我之前也想过 不要这个孩子 在七八个月的时候 我在想 她出去那么多长时间了 不买个电话 那会儿没电话 也不写封信 我都不知道 自己将来怎么办 可是女人的天性 都是 都成型的 我又舍不得走出那一步 我朋友也问我 如果你现在 决定把孩子生了 将来你有能力养他吗 要是他孩子爸不回来了 不管你们娘了 你能过下去吗 其实那分钟是无助的 我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过下去 还能不能 把我们两个的未来 走得什么样子 因为我文化很低 但是最后我还确定 生命它已经来了 我没有阻止的权力 也许它会是我的幸福呢 确定我 就确定把它生了 她说话好冷静 不是冷静 是因为疼了那么多年 很多东西想清楚 生活中 哭没用 不管遇到什么事 没人搬你一把 你得自己面对 所以说 这么多年来了 感觉没什么能让我痛的 唯独孩子 她说这些年来 没有什么能让我痛的 除了孩子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如果在以前的关系中 我可能会很冷漠 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现在的话 其实 我内心也会挺心疼她的 因为我以前 跟她的关系 我不会理解她 但是现在 我和她关系慢慢改变了 因为她做出了一些改变 我们也在改变 然后我就能慢慢理解她 我知道她怎么 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别人眼中 她可能光鲜亮丽 但是我知道她很辛苦 她很多都会在一个人扛 所以说 现在就 其实蛮心疼她的 小时候的记忆当中 母亲是不着家的是吧 对 我很少看到她 一年可能一两次都有可能 那个时候 其实心里面有点埋怨她吧 因为幼儿园 隔了一条马路 我都要住校 就是可能周末 他们有空的时候 会来接我 就比如说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她 在那个中秋的时候 别的小朋友家长都可以接出去 然后就我和其他几个小朋友 被老师带着出去买月饼嘛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开心的 至少有月饼吃嘛 小孩嘛 但是在街上的时候 我突然看见一个很熟悉的身影 然后我盯进一看 我发现那是我妈 和她朋友在逛街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情绪 就像从天上叼在地上一样 那时候你才多小 那个时候也就是可能上下 三四岁吧 对 但那个时候 这事你还记得 因为对于我来说很深刻嘛 就是一步步累积怪 所以说我会把这些当时觉得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在她身边的存在 不是很大 她不是很爱我 所以说我会印象很深刻 还有 其实那个时候 我也有想在他们面前表现 然后幼儿园 毕竟会有表演节目的时候嘛 过节什么的时候 然后我记得是六月儿童节 我也很积极地去参与 去彩排 然后等着那天表演 因为我知道家长都会来 我想在她面前表演 想给她看我有多么好 就希望她能多重视我一下 结果到那一天 快表演的时候 我看台下没有她 上台的时候 我都还能稳住情绪 但是我听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哭了 我也跟着哭了 就是我们两个就边哭边在表演 然后我也不知道她最后来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注重不到台下了 这种深刻的事情应该不止这两件 对 但是 你都一笔一笔给她算着 对 因为对于我来说很难过嘛 所以说我对她也没有怎么叫妈妈 因为我觉得她真的 她有给我很好的物质条件 但是真的陪伴没有那个时候 您的母亲有的时候看上去像个男人 我现在觉得她想 就是别人都说她是女强人 她是不是跟别的妈妈不一样 没有那么细致 对 而且有什么她也不会安慰我 她不太会那些 她后面有回来开电影的时候 上学其实离我们家有五公年 他们那个时候会开车接受我嘛 但那一天没有来接我 我等了很久 我最后等到老师都走了 他还没来 我其实那个时候 我已经眼泪水 已经在眼睛里面打转了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来接我 我可能忘了吧 然后我就按着记忆中的路走回去 走在一半下了大雨 然后那会儿也比较小 不知道她常识 我还躲在树子下面 其实下雨的那一刻就是 我也有崩溃 就是很委屈啊 然后最后还是冒着大雨跑回去 我看到的场景 就是他们都坐着 因为下雨没有深夜 都坐着 我就在想 他们今天这么闲 都忘记了我 都没来接我 而且特别说我回去 看到我浑身淋湿了 一句关心 一句安慰都没有 也没有抱我一下 他们就是说 啊 你回来了 你坐车回来的吗 他们其实没有教我怎么坐公交车 我不知道 看到我淋湿了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回去换身衣服吧 就冷冷的一句 特别他在电脑上弄东西 就回头看我冷冷的甩了一句 然后我转身 转身我就哭了 然后我就自己回去换衣服 对他就说一说 我会越来越冷嘛 就是因为 你跟他一起逛过街吗 逛过 宜宾的东街嘛 很热闹 人很多 他跟我舅娘 他们一起逛街 你想女人逛街 有时候逛得 肯定很开心啊 就会忘记我的存在 然后我想 就会走着走着 就有种错觉 可能我觉得 他们就在旁边 旁边有人走得很快 我就加快了步伐 突然回头发现 不是他们 然后我就慌了 而且我手里面只有一块钱硬币 那个时候没有电话 然后我就从头走到尾 真的整个东街 走完了 我没有找到他们 我当时就已经开哭了 我流着泪 我去拿着一块钱找坐机 我想给他打电话 但坐机也没找到 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 有什么事情 身边真的没有一个人 我连我妈妈 她都不知道我丢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在找我 特别是在我最后一刻 我找到他们了 我发现他们在很开心地 在逛一个视频店 那一瞬间 我泪水也停了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很重要 他们并没有 注重到我的存在 也不知道我丢了 我也没跟他们讲 这孩子是捡来的 绝对是亲生的 那为什么他所说的 这些事情会发生呢 这不像个母亲吗 对 那个时候我妈老子 值得钱 值得挣钱 我想一切都给他好的 给他好到学校 穿好的 吃好的 我觉得那就是对他好 因为我是穷过来的人 我以为有钱了就好 最开始出去 先当着服务员 然后在过程中 还做批发 做前堂接待 还跑销售 然后接触了一个 我生命中 属于一个贵人 张姐 最开始让我搞销售 工资高 搞了销售以后 他说你这么拼命 要不你想不想进格子办 从食堂到办公室 打扫卫生 然后再到文员 那个时候 因为我没有学历 学历不高 做文员的话 都需要会电脑 我都不会电脑 就买了 买了本书 然后去买了台二手电脑 因为我没时间 去抓在课堂上学习 看着书 对着那台二手电脑 就这样 一个程序 从打字开始 从24个拼音之母开始 直到做表格 然后现在几乎简单的都会 最后到了做文员的时候 我就觉得文员没有现场的工资高 到现场你必须要么会押韵 押韵就是像那种危险的东西押韵 所以我就开始学押韵 考押韵证 然后从押韵到施工 然后再到包袱 就一步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我们在工地 那个时候在修水电脑 它一个坡比 就是我起码有 最高的有200多米高 而且那个陡壳几乎是快成90度 你就专门下去上来 都得爬一个小时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 那个时候就我去呗 我说你们不去我去 包括需要画线 看场地 像那些有时候我玩了 像那区有坟地的地方 那男的都不愿意去 然后都说我去 我就毫不容易接男了 就为了什么 我要往上面爬 我要爬得更快 所以我别人不干的我都干 就为了多挣点钱 在这些年奋斗的过程当中 你认为做一个女人 这样生活心酸吗 还是说根本没有时间来想这些 根本没有时间想心酸 根本没有时间想孩子 做爆破师也经常是跟男性在一起 对 所以有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把自己当成一个男人 来生活 对 挣到钱了吗 爆破师一年多少钱 大概十来万吧 十来万 给了他很好的生活 对 我妈做的 但是我就没想过 他妈不妈做 妈妈对你在钱上面非常大方 对 我觉得是很大方 其实那个时候 我只要没钱了 因为我是托管嘛 我跟老师说 老师给他打电话 他就会给老师赚钱 在物质方面 其实大家从来不吝啬 但是你要的不是谁 对 他也 他觉得他爱我的方式给我了 可是不是我需要的 什么时候发现他意识到 他四年没叫过你妈了 就是他哪次给我打电话 嗯 他说一女儿成绩一落千丈 我找他沟通 他告诉我 他感觉他是一个人 父亲 甚至父亲长什么样 他都不知道 其实老师就打打电话说了几句话 那天我就让自己闲了一下午 想了一下午 因为他是我的全部 然后想了最后 我觉得我一辈子就这样了 钱真的如果女儿没了 不行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告诉我 孩子那个时候 谁怕你起义到了 然后我就确定辞职不干 辞职 对 回家 回来陪他 最开始就在他读书的城市 租了一间屋 嗯 因为他成了星期五间 星期天又送回去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店 开店 然后做了一个冒菜馆 回来之后你才会发现 其实问题不止那一点点吧 问题严重 特严重 严重的 他让我一苦无泪 嗯 求助我们 有一种 说不出那种感觉 最深的一次 就是 看看他拿着手机 整天玩 整天玩 我就说你啥玩这手机 要么一天一玩多久 多久 那个时候他跟我讲话 永远都只有 嗯 啊 好的 晓得 知道 多半都是这种 一般没有多 多余的话 不准他玩手机以后 他就一个就是上厕所 一去端半个小时 那天因为我啥都没做嘛 在家里 正好星期一六 他也在家 店都交给他们 我就想好好陪陪他 我就感觉到一个字 在上厕所 不对啊 然后我就说 你把你手机给我看 他不给我 我说必须给我 强制性的 让他手机一看 我一看手机 聊到那个天 我越看越气 然后我问他那是谁 感觉像早恋 当时心里非常气氛 然后我属于急性质的人 那个劲儿一来了 我就啥都忘了 只知道发果 他反正就对我没感觉 随便就这么做 他看都瞄都不瞄我一眼 所以我实在太生气了 说越说他越不理我 我越生气 我把手机给他砸了 砸了他也不理我 感觉砸的不是我的手机 对吧 我现在是那个心仓的